虽然台湾各地在周一7月15日的天气都是天晴多云 迹象局还针对台北市花莲县和台东县发布了橙色灯号 连续三天超过36度 提醒民众要记得做好防晒和补充水分 不过根据美国GEFSC及模式最新的模拟显示 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上的低气压 最快有可能将在今晚就生成今年的第五号台风丹纳斯 丹纳斯也有很高的几率会直扑台湾 天气职人吴胜宇也在脸书后文分析预测 菲律宾东方海面的这股低气压有机会增强为热低压或台风 可能将在星期三四最靠近台湾 提醒民众在安排活动上要多加留意 迹象局也表示 虽然目前全台普遍都在涉事33至34度左右 左右 花东纵谷 台东极大台北地区甚至来到了36度 不过有机会增强为轻度台风的丹纳斯 根据预报将会在周三 四最接近台湾 到时花莲 台东和南部将会有高几率下起局部大雨 未来几天太平洋高压强度将是关键 根据目前丹纳斯的动向来推测 目前丹纳斯沿着太平洋高压边缘往旅宋岛北部到巴士海峡方向前进 通过台湾南方后再向广东沿岸一带机会最大 未来几天南部 东部民众都应犹豫有可能将受到大雨影响 虽然在如此炎热的天气 下点雨消暑似乎也很不错 但持续的倾盆大雨可是会影响许多人的日常活动和安排 希望丹纳斯能够高抬贵手不要对台湾造成太大的影响来源网络资料